当当的残忍 他持弹簧刀 猛砍一共55刀 两位远警惨遭割喉杀害 他犯后也不断的制造断点 甚至不使用手机躲避警方追气 逃亡17小时后 终于在新竹落网 检方昨天晚间申请羁押 而法院在今天裁准后 稍早说明羁押理由 申请书所示的犯刑 并有券内相关事证可击 因任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条 第一项杀人罪 第328条第一项强盗罪 以及枪判断要刀械管制条例 第7条第4项之罪 犯罪嫌疑重大 那第二点 法官是认为说被告 原来就是明德位一间执行的人犯 探亲于其不归 本有逃亡的意图 又在于其不归的过程中 杀害两名远警逃亡 那逃亡过程中 不断换成交通工具种类 且南本迂回 佐以在其背包中 有发现地图几本 那可以佐证被告逃避 检警追查逃亡的意图 另外被告犯案后 逃亡土城高中校园内 在该处清洗犯罪痕迹 并将作案用的凶刀 丢弃于不易发现之处 企图淹灭罪证 故本案有事实 主任有灭证之积压原因 那另外被告所犯为 使刑无期徒刑或 最基本行为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罪 而且被告之前就已经 因强盗罪 遭判刑确定在执行中 本案再强盗 图信警员的 警用手枪及子弹 且于逃亡过程中 此请用手枪再犯强盗犯行 显然有反复实施强盗犯罪之余 那最后本院审酌 本案的情结 并且权衡国家刑事 司法权的有效行使 社会秩序及公共利益 被告人身自有知识意 及防御权受限制的程度 依照侦查进度程度 为了确保日后审理 以及刑法的执行程序 得以顺利进行 以及防卫社会的治安 认为有积压的必要 而且无从以限制住居 出境聚保等手段来替代积压 原承认被告应与积压 感谢观看